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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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悠悠真的跟這個男主角有的部分是很像的 因為這個角色是一個比較天真浪漫的人 你會覺得他很笨沒錯 可是他不是壞 他就是單純 單純有一種喜感 然後單純有一種魅力 那因為我一直是那個 中島的粉絲 從很早他停車開始 就每一部戲我都他的粉絲這樣 所以就一直希望有機會可以跟中島合作 會那麼崇拜中島 就是因為我覺得所有的男性角色 在軟爛的 在那種邋遢的角色 在中島的攝影機裡面 都會變得很有型很帥這樣 子漢他是一個很可愛 但是又集合了男人很可悲的一點 在這個角色上面 其實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天真的人 然後很浪漫的人 然後他把很多事情他想的很美好 他也覺得這個世界應該是一個很美好的世界 但是我覺得當他碰到了很現實的事情的時候 就是不斷的去製造很多的肉質這樣 然後必須要讓小美來補這個洞 只是覺得說 希望他可以過到更好的生活 但是從第一步錯以後 他就一連串的 不斷不斷的這樣子一直錯下去 我覺得又又很聰明也很快速 就能感覺到我丟給他的東西 完全就是直接來 然後互相彼此就很相信在那個場面 相信彼此的情感 又又是因為就站著這件事很久了 就熟悉所以 就模式會比較好 拍的時候 就是我其實知道 他要幹嘛 他也知道我要幹嘛 其實我們不會有太多 彼此要適應的時間 我覺得這個戲真的很有意思 我覺得集結了各方自帶喜感的演員 又又啊 紹懷啊 他們兩個是我看到他們本人 就是還沒有上戲 我就是看他們本人 我就會很想笑 爸爸 你吃什麼頭肉 其實我覺得有的時候我覺得 並不是女生比較有肩膀 我覺得女生比較勇敢 我覺得比較願意去面對現實 男人的勇敢是很愚蠢的 對 然後男人願意面對 對自己的時候 才會真的變得很勇敢 那我覺得在腿裡面 我覺得子漢他真的是這樣 一直到他真的覺得 沒有希望的時候 他願意去面對他自己的時候 他所做的事情 才會真的是感動到他的老婆 然後感動到 把這個愛情變成是一個感動的愛情 對 對 對